新允兴的塔塔加地区海拔在2500公司做油 下个的平均温度不到20度 加上在有关处的用心为何之下 新台保佑上东的成功 每年的休暖时间 有关处就配合有客 在自己推出高山新台的渡浪外党 上东适合乡亲带到小孩来体验一条 才有高有益的高山新台如油 难道这几天天气是越来越热 相信很多乡亲都很希望 能够找一个能够抛杉 也能够休闲出头的好所在 有在现象海拔超过2500公司 的塔塔加地区 在一个关注的用心为何之下 就是阳天抛杉的好所在 无论是来参观转身开用的游客中心 这才是来走步道 都真有高有意义 因为山下月热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往山上跑 那我们这边的 平均暑假的平均温度 大概只有15到20度 那其实很适合大家来这边避暑 那也很欢迎亲子同游 那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条步道 可以依据我们的需求 不管是我们的体能 不管是你要挑战级的 或者是一般的那种 就是平缓的家庭式的步道都有 而且配合到适合家庭 有关注也在塔塔加几处 安排固定的生态渡染水平 以及不定期的生态工作 希望来自各地民众UK 可以更加了解台湾五三地区 豐富而且定期的生态环境 我们在暑假期间 就是假日的时候 我们会不定期办生态讲座 就在游客中心里面 可能有一个小时的生态讲座 或者是在一些 特别的一些景点 譬如刚刚讲的大铁山 或我们的布农广场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有志工 来做一个定点的一个定时 譬如说整点的时候 可能就有十分钟的一个 小单元的一个生态讲座 为了游客五三生态 现在塔塔加救兵 除了经济压悬和压餐 也要将原本放在停车 定位本手煮车出销 并且在处互有民众 不可以提供事物 给亚新动无意外 也要将自己制作本手 自行走路山 记得今天算差不多